今天这期我们来聊聊猫咪乱尿尿该怎么办呢 我是一名自身猫奴 养猫有五六年了 从一只猫养到了六只猫 越养越多也算是一个养猫大户 对然后目前我是在bilibili是一名养猫up主 有44万的粉丝 对然后养猫了有三年 现在也开了淘宝店了 现在是一名淘宝店的店长 因为我那会是上班族 上班族就白天上班真的是压力很大 就想着湛花养一只猫下班了又能有个陪伴 因为我那会我只养一只猫 我只想给我家猫咪做一个单纯的记录 但是没想到在网站上大家还非常喜欢 而且一旦你发了这种视频之后 就总有大部队养猫的大部队问你说 那我家猫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后来我发现那不如就把我的养猫经验放到视频上 跟大家做个分享 因为我养猫时间多了 养猫这么些年最主要是通过观察来学习的 在我看来有80%的展示官根本就不懂他的猫 猫咪的话它其实是一种很隐忍的动物 很多行为都是隐藏起来的 所以如果你养猫的话 一定要经常地观察你家猫咪 因为猫咪其实每天都在跟你用猫语 用猫行为跟你交流 当胡须朝前的时候 表示他十分地好奇 但这个时候好奇不一定意味着开心 从猫身上跨过去 猫咪是移动不动的 说明猫咪把你当空气了 还有一种就是 你在猫咪打拳 看着好像挺暴力的 其实也是说明猫咪 没有把你当作危险人物 快速出拳到面前 竹子不躲 所以如果是当你了解了猫咪的身体语言之后 你跟猫相处起来就会和谐很多 淘宝店我们做了有快一年了 销量接近了一千万 而这也恰恰是我作为网红猫咪达人的存在的必要 就是大家对我来说可能更信任一些 养猫其实还是是一个大坑的 非常烧钱 不得不说 咱说实话 养猫非常的烧钱 但是也有好多云养猫的人 喜欢猫 那我养不了猫怎么办 于是我就决定 接下来一段时间可能会做一些猫咪的衍生品 尤其我家猫的 一个个有的可爱 有的憨 有的佛系 还挺有意思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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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